可是呢,这皇帝知道,那为什么他不救端飞呢?难道他心里面还打着别的算盘?在这呀,那还真得替皇帝朱后聪啊,还生冤枉。这朱后聪呢,他虽然对别人严厉,但是对端飞,那绝对是真心实意。 其实啊,不是朱后聪他不想救,而是救完了。哎,这就要说到皇上当时他虽然是没死,但也是一个半死不活的状态。当时的太医贸然之下,他下了猛药,六个时辰之后呢,皇帝写的。 可是呢,同时他也留下了一个后遗症,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,他不能说话,无法领事,一切事物呢,都交由方皇后处理。 那么这种涉及到谋逆大案呢,原则上呢,首先是应该由庭臣组成一个会议,率先的问讯,问讯了情况得实之后呢,应该交刑务,核实以罪,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。 既然设置了这么一个谋逆大案,核人咫尺,十六人如何进行招供的话,这个案件不办上三年,一般是解决不了,但是为什么那么快速? 这些历史上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谜团,那么此案啊,没有组持成果是这种会议机构,而直接就交刑务来进行处置,而刑务根据方皇后的这种指令,很快的就辅读了实施。 显然突然掌权的方皇后呢,她有了自己的私心,或许呢,是担心这皇帝安慰啊,她宁网勿纵,又或许呢,早已对端妃她不满,她怒火中烧,借机呢,将端妃呢,牵连其中。 不过呢,这方皇后,她并没有得意多久,五年之后,宫中呢,就发生了火灾,方皇后呢,她不幸深陷其中,宫人呢,请命这个救火,那家庭皇帝对此是不置可否,于是呢,在宫变中,救了她的方皇后, 方皇后,在这场火灾中丧手,那这样的结局呢,让人是唏嘘不已,啊,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老话,半君如半,可如果这君,他不是明君,那旁人的命运似乎,比把他关在这老虎笼子里面,那还要背叹,您说的。